为了解除部分男生内心对搭讪的恐惧 专门出一期视频来讲解女生被搭讪时的心理状态 更了解女生的心态 或者你在搭讪时更有把握 当然这里要除去少部分本身就心情不好 或者有一些可能正处在特殊状况下的女生 她们的态度可能会非常不好 你要注意观察避开 如果你一定要搭讪这样状态下的女生 要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 这期视频讨论的是一般场景 其实正常情况下 女生是不太排斥陌生人对自己的搭讪的 因为这会让她觉得 是不是今天自己妆化得很好看啊 或者是穿搭很到位啊 被人欣赏了 或者是昨天刚学了一个新的妆容 非常适合自己才被注意到 不仅是被男生搭讪 女生被女生搭讪 她们也会很开心的 这个开心的根本原因其实就在于 女人都是渴望被关注的 当她们受到关注时 可以极大的满足自己内心的虚荣心 这里的虚荣心要打引好 是因为这是一个贬义词 肯定会有很多人不承认 看到视频的你内心知道这什么意思就好了 其实关于虚荣心也没有什么好争论的 每个人都有 这是人性的弱点 不分男女 也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掩 还有一部分女生在被搭讪时嘴上说着 不好意思我不加微信 或者匆匆走掉 或者干脆骂了你一句 但男生们自己内心要清楚 今天被搭讪这件事 他说不定可以跟自己的闺蜜回味好几年 他可能是这样说的 哎你知道吗 今天街上有个小哥哥找我要微信 我没给 穿的也太土了吧 根本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啊 即使他嘴上这样说 但心里肯定也是美滋滋的 因为这件事会让他内心产生一种自信和优越感 但有一种情况下 不会让女生感到愉悦 就是你的搭讪和主动接近 已经不仅仅限于搭讪的范畴了 而是对他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骚扰 你需要有足够的察言观测的能力 来判断他的这个临界点在哪里 到什么程度会让他感到不舒适 但你觉得他有情绪的时候 就不要继续了 见好就收 你明白了吗 我的宝